再下來我們要看就是 假如不是一個電荷在裡面跑然後 受磁場的影響 而是一個電線 電線 電線裡面就很多電荷對不對 我們之前有講過裡面 就是有電子在跑然後它的 它會有飄移速度 還有所謂的 順時速度就是費米速度 就我們剛剛講半天那個 有一個費米球在K空間那個 那個概念 OK 所以它會有一個速度 速度在那邊跑 那這時候如果你外加磁場底下 那既然裡面有電流在跑 那這個電線在磁場底下會不會 受到力 這就是我們要看的一個問題 答案當然是會啦 就是你可能國中 高中的時候就有做這個實驗 就是說你電流一加然後 外加磁場就會受力 那這受力要怎麼看 這個很簡單就是 首先我們都知道在 金屬裡面 如果你要 看這個 金屬 它有一個 一個 體積的一個 裡面的電荷 在跑 一般講我們都會假設 一些參數 假設 在這個體積裡面 這個電荷數要怎麼算 就一定要用 用單位體積的這個電荷數 然後乘上它的體積 所以我們要假設說你要算的這一段 這個電線的長度 假設長度是L 然後另外這個電線的一個面積 結面積是A 然後這時候你 每一個電荷在裡面可能會有一個速度 這時候速度是一個飄移速度 所以它有一個電荷Q 另外它有一個飄移速度 Q才有VD VD就是飄移速度 然後 如果單一的電荷 受到 磁場的影響的話 那就會有一個螺輪之力 單一電荷的螺輪之力 是F等 Q V Close B 假設那個磁場是 跟速度垂直 就是說 你 讓磁場是色向黑板 色向黑板 跟它垂直 那 這時候 所有的 這個體積裡面的電荷 因為裡面有很多 那麼多電荷 它都有一個速度在跑 它們的總螺輪之力會是多少 所以理論上應該會有一個F net 那應該會有一個 總 總數 然後每一個 是QvB QvB 那你也可以寫成向量表示法 Qv Close 都可以 那這個總數要怎麼算 總數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上次提到過就是 一個單位體積 裡面有多少顆 多少個代電粒子 我們叫做N 然後我們 上次也講過就是 如果金屬的話 就是 10的22次方顆 每立方公分 如果半導體就 10的18次方顆 每立方公分 這個是真的要知道的一些參數 你慢慢 如果到 這個 三四年級 或者到硕士班 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基本概念 看你對那個基本的 這個 物理的 東西懂不懂 問這些東西 OK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 還有一個 有一個 每立方公分多少顆的這個東西 就是N 我們上次提到這個N 然後這個 既然有一個單位體積多少顆 然後你乘上它的體積 你就可以講 就可以算出 這個總數N是多少 這個體積我們剛剛定義 它這個 電線長度L的話 它的截面積 A 好 那就可以 找到 它的總數了 接下來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 把 變數稍微 這個挪一挪的一個概念 那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學到了 這個 電流密度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 Q NQV 大家還記不記得 電流 有一個 電流密度 然後第二個就是 總電流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電流密度 乘上面積 乘上面積 所以 這邊會怎樣 會把 NQV 先換一下 換成電流密度 然後再來呢 我們是 發現到說 這個面積乘上 J 面積乘上 J的話 會等於 電流 I 然後呢 我們把 電流的這個方向 給什麼 給電線 因為電線 看你怎麼彎 電線怎麼彎 彎的時候 它在這個位置會有一個向量 它有一個 電線 彎來彎去 電線 怎麼彎就在那個位置有一個向量 所以我們把 電線 定義成 電線是有一個 線走的一個方向 線是這樣子走 會有一個電線的這個方向 然後就有一個 LO 向量 把那個電流 電流就是 所以你的電線就是流 變成說 電流方向就給那個電線的方向 所以 把這個 LO變成什麼 變成是 變成是一個向量 所以LO Close B 然後乘上 I 所以這是 ILB 一般我們 常常 這個背的這個公式 OK 有這個 ILB的這個 電線在 磁場下受力之後 你後面就可以算很多東西 那一開始當然就是 先不要算 微分積分 然後後面就要算一點微分積分 所以它現在假設說有一個 電線 他說這個電線它的 長度 L是等於 三個mm 然後呢我給了一個電流是 等於三個安培是 沿著 這個 X軸 電流沿著 I方向 然後接下來他說假設怎樣 假設有一個 磁場是這樣 是 在 XY方向有個磁場 XY平面上有個磁場是 等於 0.02 Tesla 然後另外這個磁場 跟什麼 跟這個 電線是加30度假 所以你看他畫一個圖 X軸 一個 Y軸 然後再來你也可以畫 立體圖 Z軸 Z軸 是往黑板 Y面 OK 然後他的電線 剛好放在 這個位置上 然後 長度是 3個mm 然後他的磁場 磁場剛好是在 XY 一面上 然後跟這個電線夾角 剛好是 30度角 OK 那第一個問題就問你說 在 電線假設有電流是 3A往 I方向流的時候 這時候他的 受力 受力大小多少 就是羅倫之力 下面的 I L Close B 那 I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3個安培 L的話就是 0點 就是3個mm 3乘以10的 負三次方公尺 然後 外積磁場 你就把L的方向 L是 這個 然後B是這個 所以 最後會往 這個方向受力 那外積的話是什麼 就是 兩個向上 Sine 30度角 所以 乘上這個磁場是0.02T 然後乘上 Sine Sine 30度角 好 然後另外 最後會 跑到 IjK 跑到K方向去 所以你可以找出他的這個 大小 然後還有他的受力的方向 所以這個是很簡單 不需要積分的 但是呢 依時類推你可以講 你也可以用 積分來計算 剛剛的 羅文之力 怎麼樣 類推 你看 假設 一段 長度是 I L Close B 那 我每一段 都是這樣 把它看成一小段 然後呢 我就會有一小段的力量 變成 I D L Close B 然後最後呢 我就可以 算出 Total的力量 就等於什麼 等於做一個積分 I D L Close B 所以 我可以 每一段 算 就不用積分的 算那個 力量 我也可以講 把每一小段 然後把它累積起來 算這個 要積分的這個 總力量大小 那這邊有個Example 就在 告訴你 可以計算這個問題 他說假設 有一個 這個 電線 這個電線是怎樣 是一個 一個 半圈 就是半圓的一個 半圈的圓的一個電線 然後這個電線的這個 半徑大小是 R 然後另外你把它放在 X軸上 然後這時候它有一個 磁場是 沿著 Z軸方向 那個 B向量 是等於 B0 K 那它的K方向剛好是 在 Z方向在這裡 然後Y方向是往上 OK 所以 XYZ OK 然後再來你看一下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電流怎麼流 它的電流它是說 電流是從 正X是流向 負X的方向 電流有一個方向 從正X 往負X流 那個電流是這樣流 OK 好 接下來它就希望我們去 算一下說這個什麼 這個 False 在這個 半圈的 電流線上面 它的力量的大小是多少 這應該很簡單 那你可以去分析一下 電流這樣流的時候會有什麼 會有一個 I L B 所以會有一個 電流方向 磁場方向是 往黑板外 最後會有一個 一直跟這個loop 垂直的 一個力量 所以你應該會 在這邊有一個小小力量 DF 這邊有一個小小力量 小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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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會有這樣的一個力量 然後 這些力量 加起來以後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 對稱的會消掉對不對 所以只有剩下 往Y方向的力量 所以你只需要 算 Total的力量是往 Y方向 OK 那Total的力量往Y方向的話要怎麼算 這時候你要 藉由這個 角度的 定義 譬如說 你從 這個 正的XO慢慢走 走到負的XO 然後你就定義 它的什麼 它所走的位置 這個DL所在的位置 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可以用 因為這邊 是一個繞圈圈 DL應該換成什麼 換成 Ds Ds就是什麼 就是R D Sida 所以你有一個 那個 一小段長度 DL換成了 這個RD Sida 那有這個RD Sida有什麼好處 就是這個角度就是什麼 就是 這個 外力的一個角度 那你這個外力 乘上什麼 乘上 Sida 就是Y方向的一個力量 OK 所以你可以找出 Y方向力量 那一點點的Y方向力量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 IDL cross B 所以就是 電流大小 乘上 DL DL換成什麼 換成R Dsida 然後它本來外機 磁場的時候 它本來是這樣 本來是剛好垂直啦 所以就是 直接乘上 B0 乘上那個 B0乘上K方向 這是B0 OK 然後再來呢 它講 它 因為只有 Y方向 的力量 會講 會疊加起來 X方向力量會互相抵消 所以你要講 你要乘上 Sida 乘上一個Sida 那為什麼是Sida 我們剛剛定 定出來 這一段 Ds 所在位就是這個Sida角 那Sida角的話 這DF的力量就往這裡 那這時候 Y方向力量就講 就是這DF乘上Sida角 很簡單 OK 所以這就是 前面就是DF 乘上Sida角 所以總Y方向力量就可以算出來 它基本上就是 半個圈 就0到π而已 然後乘上 這個 前面都是參數 IRB0 然後Sida Dsida 然後最後 答案就是IRB0 然後這邊就是 負cos 然後再來就是0跟 π 然後π的話 負一負的正 然後 減掉負的 這個就是加 變成兩倍的 IRB0 可以把它算出來 OK 這就是總 這個羅倫之力的大小 OK 好 那 簡單的算完 這個 代電力子 還有 這個 電線 在磁場下受力之後 下面有一個新的概念要進來 來吧